我们是上坑苑嘛,个别农坑坑苑嘛 那我们对农场来讲 好想就是因为农场辅导我们嘛 他这个就是在一些业务上啊 那我们也要听他的,要听他的 换句话说他有什么真大的事情呢 他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也要根据农场的原则来做 为了维护生态环境以及自然景观得以延续传承 武林农场除了有专门的保育人员 从事农场里生态的富裕和维护 从民国68年起,还逐步地办理农庄土地吊迁远离七家湾西 以加强直升造林,减少农业经营面积 落实农耕管理以及推动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在大致上,我们现在目前所站的地方的话 我们叫南谷,就南谷的话将来变成游戏区 也就是说,游客到我们农场来的话 我们的服务区整个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着过来的话,再向里面进去 就是我们所称的是中谷 那中谷地区现在是果园 将来我们是要作为景致高灶林 也就是说变列四种的灶林 那再进去的话,即使这个地方大概四公里多的地方 是别谷 现在目前来讲是一种蔬菜区 那将来的话,我们就准备要把它作为一个高山植物园 还有一个农村的体验区 里面要规划一个农村社区 那再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在我们上面的话 还有一个第四区,第五果区 将来所规划的构想是第四区 作为一个高山开花树种的一种保留区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譬如我们现在目前的杜坚花 石岸,西施 我们要规划整个一个园区 变成一个公园 林木苍苍,溪水潺潺 这里虽然有着文明的凿衡 却仍旧保存着自然的景观 让人们到了这里,能够回归原始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一进入武林农场 就可以看到山壁上 聚刻着武林圣境四个大字 沿着七家湾溪 沿途都可以看到四季不同的花卉景观 通往行政中心的松林小径 长达一百公尺 两侧栽培了各种落叶果树 点缀在大片青草地中 跨过武林吊桥 经由森林域步道 可以直达烟生瀑布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一缕银线凌空而下的壮阔 声音气势 有如万马奔腾的临场感 大地是可亲的 在森林深处 它们秀出淳朴与和谐 林奥与雄旗 端庄与秀丽 以及与世无争的情愫 今天所有的美景 都是当初榮民们辛苦耕耘的结果 从早期的农业林业 到今天欣赏它的山水花木 听闻清风 愁鸣鸟语 无一不适荣民们徒手创造出来的奇迹 希望来到这里的人们 都能用心体会善加珍惜 让后代子子孙孙 都能共享这片好山好水 直到永远 中文字幕顶者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